中國月餅分為四大流派 有分果式、潮式、京式和蘇式 這次我們做的潮式月餅 為何謂潮式月餅呢 因為有螺旋紋屬於潮式月餅 一般傳統的做法是油炸的 但我們現在經過時代洗禮也有改良 現在普遍都是用焗的方法做的 製作過程首先我們會先做油皮 油皮是由麵粉和豬油組合而成的 我們直接將這兩樣東西用手 將它們油在麵糰 很簡單做到油皮的步驟 然後將油皮冷藏 同時我們做水皮 水皮而言就比起油皮多了糖粉和生水的材料 但是都是將它們全部都合在一起 然後搓完整個麵糰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在冰水皮的時候 就會拿油皮出來 將它們分成三個等份 三個等份就再將它們分成三種不同的顏色 然後將它們的麵糰上色之後 將它們的麵糰上色之後 我們每一隻顏色 就要再分成三粒等份的份量 然後這些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一會兒備用的了 我們現在把芋頭餡拿出來 分成六個等份 將它們搓完完然後冷藏備用 那麵糰冷藏完雪眼之後 我們又拿出來了 拿出水皮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捏成一個圓盆形的形狀 然後就把它包上三種顏色的油皮 搓成一個條狀 然後放在水皮的中心 那些水皮就要包著三種顏色的油皮 將它們變成長方形的形狀 然後冷藏五分鐘之後拿出來 然後我們在麵糰底面 都灑上少少少麵粉 那三種顏色要記得保持平衡 用麵棍壓扁之後 就小心把它滾成一個類似牛舌的形狀 然後再由一邊開始捲起麵糰 捲完之後就重複這個步驟三次 將捲起的牛舌 我們就再加少少麵粉 再用麵棍去滾成長條形的扁狀 每一條大概都要有20cm左右 再由一邊的45度角開始 將它打斜 這樣捲起麵糰 然後又會形成一條新的條狀的東西 由一邊開始 我們逐少這樣壓平麵糰 然後捲起它們 記得這個步驟裡面 就不要壓得太扁 否則就會影響到鬚皮的效果 捲起之後 我們就將它冷藏五分鐘之後 再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在中間把它劏開一半 記得這個過程 就一刀切下去不要拖刀了 然後就放在一邊給用 然後就重複處理其他一樣的麵糰 我們現在就把麵糰平扁那邊向下 然後就再壓扁它 我們繼續用麵棍把它搓成一個圓片的狀 要記得這個大小是要足以包回我們剛剛的芋頭餡 重複做了六塊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包入芋頭餡了 記得線條分明那一邊要向外 包完芋頭餡 我們就可以放入這個黑色的烤盆 然後入焗爐焗了 焗爐記得要設定在150至160度之間上下火 總共要焗16分鐘就可以出爐了 製作潮式月餅最重要是把皮可以做到起酥的效果 我為起酥就是要把一些水皮和油皮不斷摺疊 然後組成一個很多層次的千層酥的效果 提示就是如果想有這個效果 我們在重複摺疊和壓平的過程中 我們不可以太大力令它破酥 所謂的破酥就是 如果裡面的油皮 在油皮的過程中 暴露在空氣外 這個就已經叫做破酥 一旦破酥的話 你的酥皮就會變成沒有一個層次感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